查夫人十三 礼拜天,克利弗想到临终去走走,那是个可爱的早晨,梨花里花都突然开了,到处都是奇艳的白色。 那是件残酷的事,当这世界正在千红万紫的时候,克利弗还得从一把轮椅里被人拂叶着转到一个小车里,但是他却忘怀了,甚至仿佛觉得他的腿是有某种可娇的地方了。 康尼看见人把他那死了的两腿抢到适当的地方去时,还是觉得心里难过。 现在,这种工作是由波太太或菲尔德担任了。 他在马路的上头,那山毛举树凑成的树墙边等着他,他坐在那哺哺响着的小车里前进着,这车子走得像大病人似的缓慢。 当他来到康尼那里时,他说克利弗男爵骑在喷唾沫的骏马上,至少是在喷着鼻息的骏马上。 他笑着说,他停住,楼望着那褐色的,长而滴的老屋。 乐阁背的神色没有变呢。 他说,实在,为什么要变呢? 我是骑在人类的精神的工业上,那是剩余骑在一匹马上的。 不错,从前派拉图的灵魂上天去境,是乘着两码的战车去的,现在定要坐福的汽车去了。 他说,也许要坐罗斯莱斯汽车去呢? 因为柏拉图是个贵族啊。 真的。 再也没有黑马受人鞭打和虐待了,柏拉图绝没有梦想到,我们今日会走得比他的两条黑白骏马更快。 绝没有梦想到,骏马根本就没有了,有的只是机器。 只是机器和汽油。 克利福说,我希望明年能够把这老屋修整一下。 为了这个,我想我得省下一千磅左右。 但是工程太贵了。 他又加上一句。 哼,那很好。 康尼说,只要不在罢工就好了。 他们在罢工,又有什么好处呢? 那只是把工业,把这硕果仅存的一点点工业,送上死路罢了。 这般家伙,应该有觉悟了。 也许他们满不在乎工业上死路呢。 康尼说,哼,不要说这种富人的话。 纵令工业不能使他们的腰包满意。 但是他们的肚子是要靠他温饱的啊。 他说着,语调里奇异地带了些波太太的鼻音。 但是那天,你不是说过,你是个保守派无政府主义者吗? 他天真的问道,你没有懂我的意思吗? 他反驳道,我的意思只是说,一个人在私生活上,喜欢怎样做怎样想,便可以怎样做怎样分享。 只要保全了生命的形式和机构。 康尼静默地走了几步,然后顾嫂记说, 这仿佛是说,一只蛋喜欢怎样腐败下去,便可以怎样腐败下去。 只要保全了蛋壳,但是蛋腐败了,是不由得不破裂的。 我不相信,人是和蛋一样的。 他说,甚至这蛋是天使的蛋,也不能拿来和人相提并论。 我亲爱的小传道师。 在这样清朗的早晨,他的心情是很愉快的。 百灵鸟在园里飞翔搜青着,远远地在叼出的矿场,静悄悄地冒着烟雾。 情景差不多同往日,大战前的往日一样,康尼实在不想争论。 但是他实在也不想和克利夫到临终去。 他在他的小车旁走着,心里在堵着气。 不,他说,如果事情处理得宜,以后不会有罢工的事了。 为什么不会有了? 因为事情会摆布得差不多罢工成功了。 但是工人肯吗? 他问道,我们不问他们肯不肯。 为了他们自己的益处,为了救护工业。 我们要当他们不留神的时候,把事情摆布好了。 也为了你自己的好处。 他说,自然啦。 为了大家的好处,但是他们的好处,却比我的好处多。 没有煤矿我也能生活下去。 我有其他的生计,他们却不能。 没有煤矿,他们便要挨饿的。 他们在那前谷的上头,遥望着煤矿场和矿场后面那些达瓦斯哈的黑顶的乌鱼。 好像蛇似沿着山坡骑着。 那褐色的老教堂的钟声响着, 礼拜,礼拜,礼拜。 但是工人们肯让你这样自由摆布吗? 他说,我亲爱的,假如摆布的聪明,他们便不得不让。 难道他们与你之间,不可以,有互相的谅解吗? 绝对可以的,如果他们认清了工业第一,个人辞职。 但是,你一定要自己占有这工业吗? 他说,我不,但是我既已占有了,我便得占有它。 现在产业所有权的问题,已成为一个宗教问题了。 这是自从耶稣及圣弗兰西斯以来,就这样的。 问题并不是,将您所有的一切赐予穷人。 而是,利用您所有的一切以发展工业,面子穷人以工作。 这是所以便把把众生保暖的唯一方法, 把我们所有的一切赐予穷人, 那便等于使穷人和我们自己一伙儿恶美。 饥饿的世界是要不得的, 甚至人人都穷困了,也不见得怎样有趣,贫穷是丑恶的。 但是贫富不均又怎样? 那是命。 为什么沐星比海王星大? 你不能转变造化的。 但是,假如猜忌, 嫉妒和愤懑的感情一旦脆发起来。 但谁是群龙之首呢? 他问道, 经营和占有工业的人们。 两人间静默了好一会。 我觉得, 这些人都是些坏头目。 他说, 那么, 他们要怎样才算好头目呢? 他们把他们的头目地位, 不太当你一回事。 他说, 他们对他们的地位, 比你对你的男爵夫人的地位, 更当做一回事呢。 他说, 但是我的地位, 是人家强给我的。 我自己实在不想。 他脱口而出道, 他把车停了, 望着他, 现在是谁想摆脱责任? 现在是谁想逃避头目地位, 如你所称的, 责任。 但是我并不想处在什么头目地位呢。 他反驳道, 可, 这是逃避责任。 你已有了这种地位, 这是命定的。 你应该承受下去。 矿工们所有的一切起码的好处, 是谁给的? 他们的一切政治自由, 他们的教育, 他们的卫生环境, 他们的书籍, 他们的音乐, 一切一切, 是谁给的? 是不是矿工们给矿工们的? 不, 是英国所有的勒格贝的西伯来, 尽了他们的本分给的。 而且, 他们应该继续地给予。 那便是你的责任。 康尼听, 脸气得通红。 我很想给点什么东西。 他说, 但是人们却不允许我。 现在, 一切东西都是出卖的, 或买来的。 你所提起的那种种东西, 都是勒格贝的西伯来, 用高价出卖给矿工们的。 你们是不给一分一毫真正的同情的。 此外, 我要问问, 是谁, 把人民的天然的生活与人性夺去了? 而给予这种种工业的丑恶? 是谁? 那么, 你要我怎样呢? 他气得脸发青说, 难道请他们到我家里来抢劫吗? 为什么达瓦斯哈, 弄成这么丑恶, 这么肮脏? 为什么他们的生活, 是这么绝望? 达瓦斯玉, 是他们自己春夏秋冬成的。 这是他们自由的一种表现。 他们为自己做成了这美妙的达瓦斯哈。 他们过着他们的美妙的生活。 我却不能过他们的那种生活。 一条虫, 有一条虫的活法。 但是你使他们为你工作, 他们靠你的煤矿生活。 一点也不。 每条虫子找他自己的食粮, 没有一个工人, 是被迫为我做工的。 他们的生活是工业化的, 失望的, 我们自己的也一样。 他叫道, 我不相信这话, 你说的是奇力的逆走, 只是瞩目待毙了的残余的浪漫主义的话。 我亲爱的康妮啊, 你此刻一点也没有失望的人那样了呢? 这是真的。 他的深的眼睛发着亮, 两颊红粉粉的发烧, 他充满着反叛的热情, 全没有失望着的颓丧样。 他注意到浓密的草丛中, 砸着一些新出的莲心花, 还裹着一层毛绒, 他自己愤恨的奇怪着。 为什么他既然觉得克利福不对, 却又不能告诉他, 不能明白地说出, 他在哪里不对? 无怪工人们都恨你了。 他说, 他们并不恨我。 他答道, 不要弄错了, 他们并不是如你所想象的真正的人。 他们是你所不懂的。 而且, 你永不会懂的动物。 不要对其他的人做无谓的幻想。 过去和将来的群众都是一样的, 罗马暴君尼罗的奴录和我们的矿工, 或福德汽车厂的工人, 是相差的微乎其微的。 我说的是在美厂里和田野里工作的奴录。 这便是群众, 他们是不会变的, 在群众中, 可以有个露头脚的人, 但是这种特殊的现象, 并不会使群众改变。 群众是不能改变的。 这是社会科学中, 最重要的事实之一。 Painy Cisensis。 可是不幸的, 我们今日却用教育去替你砸药厂了。 我们今日的错处, 就错在把这般群众爱看的杂刷厂大大的铲除了。 并且用一点点挤的教育, 把这般群众弄坏了。 当克利弗吐露着他对于平民的真正感情时, 康尼害怕起来了。 他的话里, 有点可怖的真理在。 但是, 这是一种杀人的真理。 看见了他苍白的颜色, 和静默的态度, 克利弗把小车子再次开动了。 一路无言地到了原门边, 康尼把原门打开了, 他重新把车子停住。 现在, 我们所要执在手里的是一条边, 而不是一把剑, 群众是自从人类开始直至人类末日止, 都被人统治的。 而且不得不这样, 说他们能自治, 那是骗人的笑话。 但是, 你能统治他的腰? 他问道, 我? 当然。 我的心和我的志愿意, 都没有残废。 我并不用两条腿去统治。 我能尽我的统治者的本分, 绝对地尽我的本分, 给我个儿子, 他便将继承父业。 但是, 他不会是你真正的儿子, 不会属于你的统治者的阶级, 也许不。 他那那地说, 我不管他的父亲是谁, 只要他是个健康的, 有普通智慧的人。 给我一个, 无论那个健康的, 有普通智慧的男子所生的儿子, 我便可以, 使他成个不愧门妹的渣太来。 重要的, 不是生我们者是谁, 而是命运所给, 与我们的地位是怎样。 把无论怎样的一个孩子, 放在统治者阶级中, 他便要成为庶民, 群众的产品, 那是不可抗拒的环境所迫的缘故。 那么, 庶民并没有庶民的种, 贵族也没有贵族的种了。 他说, 不, 我的孩子, 这一切都是浪漫的幻想。 贵族是一种职责, 命运之一部分, 而群众是执行职责, 命运之其他一部分。 个人是无稽紧要的。 紧要的是你受的哪一种职责的教养, 你侍权成哪一种职责, 贵族并不是由个人组成的, 而是由全贵族职责之执行而成的。 庶民之所以为庶民, 也是由全民众职责之执行而成的。 依你这样说来, 我们人与人之间并没有共同的人性了。 随你喜欢, 我们谁都有把肚子吃饱的需要。 但是既听职责之表现或扫许, 我相信, 统治阶级也服役阶级之间有个无底的深渊在。 这两种职责情形是相反的。 职责是所以决定个人的东西。 康咪惊愕地望着他, 你不继续散步吗? 他说, 他把他的小车子开动了。 他要说的话都说了。 他现在重新陷入了他所特有的那种空洞的冷淡中, 那是史康尼觉得很难看的。 但是无论如何, 他决定不在这林中和他争论。 在他们面前, 开展着那条跑马道, 面旁是两排真子树和斑白色的美丽的树木。 小车子缓缓地前进, 路上傍树影遮不到的地方, 慢生着牛奶泡沫似的无望我花, 车子打上面经过。 克力, 浮在路中心欢呼着他的车, 在花草满地中, 这路中心被脚步践踏成一条小径了。 在后面跟着的康妮, 望着车轮打小玲蓝和喇叭花上而撵过, 把爬地藤的带黄色的小花周压得破碎。 现在, 这车轮在无望我花中开着一条路线。 所有的花都像在这儿, 绿色水池里那些出生的原液风铃草, 茂盛的像一潭静止的水。 你说的真对, 这儿可爱极了。 他说, 美极了, 什么东西比得上英国的春天可爱? 康妮听了他这话, 仿佛春天的花开都是由意愿来决定式的, 英国的春天。 为什么不是爱尔兰的或犹太的春天? 小车在静静地像芥麦式的原液风铃草丛中, 缓缓地前进, 压着牛老草的灰色的叶。 当他们来到那树木乏光了空旷地时, 有点眩眼的光线照耀着他们, 满地鲜蓝的原液风铃草中, 剑杂着一些带起或带子的蓝色, 在这花裙中。 一些绝草抢着褐色的卷卷的头, 像是些小蛇, 准备若为夏娃贿赂什么新的秘密。 克利弗把车驶到小山顶上, 康尼在后面慢慢地跟着。 山毛举的褐色芽, 温柔地开展着。 老去的冬天的粗糙, 全变成温柔了。 甚至倔强凌寻的橡树, 也发着最柔美的嫩叶, 伸展着鲜鲜的褐色的小枝翅, 好像是些像洋的蝙蝠的翅翼。 为什么人类从来就没有什么新鲜的蜕变? 是自己繁老还童? 多么脱糟刻板的人生! 克利弗把车子停在小山顶上, 眺望着下面。 园夜风铃草像蓝色的潮水似的, 在那条宽大的马路上泛滥着, 温暖地把山路铺得通蓝。 这种颜色本身是很美的。 克利弗说, 但是拿来作画便没有用了。 的确。 康尼说, 一点也不感兴趣。 让我冒险一下, 把车子驶到泉原那边去好吗? 克利弗说, 我以为车子回来时上得了这个山吗? 他说, 我们试试看,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车子开始慢慢地下着坡, 在那条被蓝色的风信子泛滥着的, 富力地宽道上颠簸着。 啊, 最后的一条船, 在飘过风信子的潜水上。 哼, 波涛汹涌上的青州, 在坐着我们的文化的莫次的航行, 到哪儿去? 哼, 你荒唐的软舟, 你如如的颠坠到那儿去, 安泰尔又满足, 克利弗坐在探险的舵前, 戴着他的褶黑帽, 穿着软绒布的短外衣, 又震惊又小心。 哼, 船主哟, 我的船主哟, 我们壮力的航行是完结了, 可是还没有十分完结呢。 康妮穿着灰色的衣裳, 在后面跟着轮痕, 一边走着, 一边望着颠捏着下坡的小车。 他们打那条小屋里, 去的侠境前经过, 多谢天, 这侠境并容不下那小车子, 小的连戎一个人都不易, 车子到了小山基后, 转个弯不见了, 康妮听见后面的一声滴滴的口哨, 他转过头去, 狩猎人正下着坡向他走来, 后面跟着他的狗。 克利弗男爵, 是不是到村舍那边去? 他一边问, 一边望着他的眼睛。 不, 直到约翰锦那边去。 哼, 那好, 我可以不露面了, 但是, 我今晚再见你。 点钟左右, 在我原门边后你。 他重新向他的眼里直望。 好, 他犹豫地说。 他们听见克利弗响着喇叭声的唤康妮。 他呼啸着长声回答着。 狩猎人的脸上皱了一皱, 他用手在康妮的胸前, 温柔地从下向上抚摸着。 他惊骇地望了望他, 忙向山坡上奔去, 嘴里呼着窝窝去回答克利弗。 那人在上面望着他, 然后回转身去, 微微地苦笑着, 向他的小镜里引没。 他看见克利弗正慢慢地上着坡, 向半山上落叶松林中的泉源处走去。 当他赶上他时, 他已经到了。 车子走得很不错。 他说, 康福望着落叶松林边丛生着的牛蚌草, 灰色的大叶儿, 像繁影似的。 人们叫他坐罗冰汉大黄。 泉水的河, 为一切, 都显得十分清静, 十分忧郁。 而泉水却欢乐地, 神妙地藤涌着。 那儿, 还有几朵大脊花, 和蓝色的大喇叭花。 在那池边, 黄土, 在掀动着一只眼鼠。 他露着头, 两只嫩红的手在扒着, 钻型在嘴儿在盲目地摇着, 嫩红的小鼻尖高举着。 他好像用他的鼻尖在看似的。 康尼说, 比用他的眼睛, 看得更清楚呢。 他说, 你要喝点水吗? 你呢? 他从树枝上拿下接着一个发廊杯子, 弯身去取了一杯水给他。 他戳了几口, 然后他再弯下身去, 他自己也喝了一些。 多么了? 他喘着气说, 很凉? 好喝? 是不是? 你发了愿吗? 你呢? 是的, 我发了个愿, 但是我不愿说。 他听见落叶松林里一只啄木鸟的声音, 然后是一阵轻柔的神秘的风声。 他仰着头, 一朵朵白云还蓝色的天上拂过。 有云呢? 他说, 那只是些白色的绵羊。 他答道, 一朵云影在那小空地上盖了过去。 岩鼠游到那温软的黄土上去了。 讨厌的小东西。 克利弗说, 我们该把他打死。 瞧! 他像是个圣坛上的牧师啊。 他说, 他采了几朵小玲兰花给他。 野蚂草! 他说, 像得和前世纪的浪漫的贵妇们一般。 可不是。 毕竟那时的贵妇们并不见得怎么癫狂呢。 他望着天上的白云, 不知道会不会下雨呢? 他说, 下雨! 为什么? 你想不下寸吗? 他们开始向原路回去。 克利弗小心地驶着颠簸的车子下坡。 到了尘黑的山下, 向右转走了几分钟。 他们便向那向阳的原液枫林草遍布着的长坡上去。 现在, 好好走吧! 老爷车! 克利弗一边说, 一边开着车。 小车子颠动不稳地上着这险阻的长坡。 他好像不太愿意似的 挣扎着慢慢走着。 好容易, 他们来到了一处丛生着风情的地方。 车子好像给花丛绊着了。 他挣扎着, 跳了一跳, 停住了。 最好是把号角想一想, 看守猎人会不会来。 康尼说, 他可以推一推。 不过, 我自己也可以推。 那可以帮助一点。 我们让车子气一气。 克利弗说, 请你在车轮后面放一块枕石吧。 康尼找了一块石头。 他们等待着。 过了一会, 克利弗把机器开了, 想把车子开醒起来。 他挣扎着, 像个病人似的摇阵者, 发着怪声。 让我推一推吧。 康尼说着, 跑到车子后边去。 不要推。 他恼怒地说, 如果要人推的话, 还用得着这该死的机器吗? 把石头放在车轮下。 重新停住, 重新又开行着, 但是越来越糟了。 你得让我推一推。 他说, 否则想一想号角, 叫狩猎的来。 等一等。 他等候着。 他再试了一回, 但是越弄越坏。 你既不要我推, 那么把号角想起来吧。 他说, 不要管。 你静一会儿吧。 他静了一会, 他凶暴地摇着那小小的发动机。 克里弗, 你这样子, 只能把机器全弄坏的。 还白费你一番气力呢。 他规劝说, 倘若我能够下来看看, 这该死的东西就好了。 他激动地说, 把号角粗暴地想着。 也许梅勒是会知道毛病在那儿吧。 他们在压倒的花丛中等待着, 天上渐渐地被云凝结着了。 静默中, 一只野哥在叫着咕噜咕咕。 咕噜咕咕。 克里弗在号角上一按, 把他吓住了嘴。 狩猎人立刻在路旁出现了, 行了个礼, 问是什么事。 你懂机器吗? 克里弗尖锐地问道, 我怕我不懂呢。 车子有什么毛病吗? 显然的。 克里弗喝道。 那人流心地敦服在车轮边, 探视着那小机器。 这种机器上的事情, 我恐怕全不知道啊。 克里弗难觉。 他安静地说, 假如汽油和油都够了。 细心看看, 有什么东西破损了没有。 克里弗打断他的话说, 那人把他的枪靠在一株树放下, 脱了外衣, 丢在树边, 褐色的滚坐着手伺着, 然后他敦服下去, 向画底下细事, 手指倾出着油腻的小机器。 那油屋把他的礼拜日的白衬衣弄脏了, 他心里有点恼怒, 不像有什么东西破损了的样子。 他说, 站了起来, 把帽子向后一推, 在额上擦着, 思索着。 你看了下面的知效没有? 克里弗问道, 看看那儿有没有毛病。 那人俯卧在地上, 头向后轻, 在车下蠕动着, 摸索着。 康妮想, 一个男子俯卧在庞大的地上的时候, 他是多么鲜弱微小的可怜的东西。 据我看来, 似乎并没有什么毛病。 他说, 我想, 你是没有办法的。 克里弗说, 的确没有办法。 他嵌身起来, 蹲坐在脚跟上, 像厂工们的做法一样, 那儿绝没有什么破损的东西。 克里弗把机器开着, 然后上了齿轮, 可是车子动也不动, 把发动机大力点按一按罢。 狩猎人受益说, 这种参与, 使克里弗恼怒起来, 但是他, 终于把发动机开到大苍蝇似的, 嗡嗡响起来了。 车子咆哮的肖响起来了, 似乎好些了。 我想行了。 没了事说, 车子像病人似的, 向前跳了一跳, 又退了回来, 然后如如的前进, 要是我推一推, 便可以好好的走了。 狩猎人一边说, 一边走到车后边去。 不要动他。 克里弗喝道, 他自己会走。 但是克里弗, 康尼在旁边插嘴说, 你知道车子自己走不动了, 为什么这样固执? 克里弗气的脸色苍白起来, 他在发动机上猛推。 车子迅疾地, 摇摆地走了几步, 然后在一层特别浓密的 圆叶枫林草丛中停着了。 完了。 狩猎人说, 马力不够, 他曾上过这个山坡来的。 克里弗冷醒地说, 这一次却不行了。 狩猎人说, 克里弗没有回答。 他开始开动着他的发动机, 有时紧, 有时慢, 仿佛他要开出个 一扬婉转的音乐来似的。 这种奇异的声音, 在林中回响着。 然后包, 他陡然地上了齿轮, 一下子把发动机放松了。 你要把车子弄碎呢。 狩猎人补补地说, 车子咆哮地跳了起来, 向着路旁的壕沟滚去。 克里弗, 康尼喊着, 向他跑了过去。 但是狩猎的, 已经把车杠握着了。 克里弗也用尽了力量, 足把车子转向路上来。 现在, 车子发着古怪的销声, 拼命向上爬着。 梅乐士在后面紧紧地推着, 小车于是前进无阻, 仿佛在戴罪立功了。 你瞧, 走得多好。 克里弗得意地说, 说了向后面望着。 他看见了狩猎的人的头。 你在推着吗? 不推不行的。 不要推。 我已经告诉你, 不要动他。 不推不行呢, 让他试试看。 克里弗怒吓道, 狩猎的退开, 回身去拿他的枪和外衣。 车子仿佛立刻窒息了。 他死了似的停着。 克里弗, 囚犯似的困在里面, 恼怒的脸都字了。 他用手推着拔动机, 他的脚是没有坐的, 结果车子响着怪声。 在狂暴的领袖造中, 他把小把柄转动着, 结果怪声更大, 但是车子一点也不肯动。 他把发动机停住了, 在愤怒中硬直地坐着。 康尼生在路旁的土地上, 望着那些可怜的, 压坏的原液风铃草。 再没有像英国的春天, 这么可有冰东西了, 我能尽我统治者的本分。 现在, 我们所要的是一条鞭, 而不是一把剑。 统治阶级? 狩猎人拿了他的枪和外衣走了上来, 佛罗倩小心地跟在他的脚边。 克里弗叫他看看机器。 康尼呢, 他对于机器的技术是毫无所知, 但是对于汽车在半路坏了时的滋味, 却惊艳得多了。 他忍耐地坐在土地上, 仿佛他不存在似的。 狩猎人重新俯卧在地上, 统治阶级也服役阶级。 他站了起来, 忍耐地说, 现在再试一试吧。 他的声音是安静的, 差不多像是在对一个孩子说话。 克里弗把发动机开了, 梅乐是迅急地退到车后边去, 开始推着。 车子走了, 差不多一半是车力, 其余是人力。 克里弗回转了头, 气急了。 你走开好不好? 狩猎人立刻松了手, 克里弗继续, 说我怎么能知道他走得怎样。 那人把枪放下了, 穿着他的外衣。 车子开始慢慢地往后退。 克里弗, 刹车! 康尼喊道。 三个人立刻手忙脚乱起来。 康尼和狩猎人轻轻地相碰着, 车子停住了, 大家沉默了一会。 无疑的, 我是飞艇人, 百步不可了。 克里弗说着, 气得脸发黄了。 没有人回答他。 梅乐是把枪挂在肩上, 他的脸孔怪异, 而没有什么表情, 有的只是那心不在焉的忍耐的神器罢了。 狗佛罗倩差不多站在主人的两脚之间守望着, 不安地动着, 在这三个人的中间迷惑不知所措, 狐疑地, 厌恶地望着那车子。 好一幅活画图摆在那些压倒的原液风铃草丛中。 大家都默然。 我想是要推一推了。 最后, 克里弗假作镇静地说。 没有回答。 梅乐是心不在焉的样子, 仿佛没有听见似的。 康尼焦虑地向他望了一望, 克里弗地回过头来探望。 梅乐是? 你不介意把车子推回去? 他用一种冷淡的尊严的声调说。 我希望没有说什么使你见怪的话。 他用不悦的声调说了一句。 一点也没有, 克里弗难觉。 你要我推吗? 请。 那人走上前去, 但是这一次却没有效了。 动机绊着了。 他们拉着, 推着, 狐疗人重新把他的枪和外衣除了下来。 现在克里弗一言不发了。 最后, 狐狸人把车子的后身从地上抢地起来。 飞了一脚, 想使车子轮拖去鹰半。 没有用, 车子重新坠了下去。 克里弗一在车子一边, 那人在举重之后喘着气。 不要这样做。 康妮向他喊道, 假如你把轮子这么一拉, 那就行了。 他一边说, 边指示他怎样拉。 不, 不要再去抬那车子。 你要把自己扭伤的。 他说, 现在气得一脸通红了。 但是, 他向他的眼里直望着, 点了点头。 他不得不上前去扶着轮子, 准备着。 他把车子抢起了, 他拉了一拉, 车子颠缀起来。 老天呀! 克里弗吓得喊了起来, 但是现在好了, 发动机不办着了。 狩猎人在轮后放了一块石头, 走到土坡边坐下。 这一番力, 使他心跳起来, 脸孔苍白, 差不多晕迷了。 康妮望着他, 气得几乎叫了起来。 大家死记了一会, 他看见他的两手, 在大腿上颤颤着。 你受伤了没有? 他向他走上前去说, 不, 不他几分寒怒地转过头去, 一阵死事的沉寂。 金黄色头发的克里弗的头, 悟然不动。 甚至狗儿也站着不动, 天上给云遮蔽着了。 最后, 狩猎人叹了一口气, 用他的红手巾撂着鼻。 那肺炎病, 使我气力衰弱了不少。 他说, 没有人回答。 康妮心里打量着, 把那车子和笨重的克里弗指起来。 那得要好一番气力。 那得要太大太灾的一番气力啊。 假如他没有因此而丢了命, 他站了起来, 重新拿了他的外衣, 把他挂在车子的门沟上。 你准备好了吗? 克里弗男爵。 是的, 我正等着你。 他耳身把石头拉开了, 用全身重量推着车子。 康妮从没有看过他这么苍白, 这么无心的。 山迹陡峻, 而克里弗又沉重。 康妮走到狩猎人的旁边, 说我也来推。 他用一种生了气的妇人的泼辣的气力推着。 车子走得快叫了, 克里弗回转头来。 何苦呢? 他说, 何苦? 你要这人的命吗? 假如刚才还没有坏的时候, 你就让他走的话。 他没说下去, 他已经喘不过气来了, 他推得轻一点了, 因为那是十分费劲的工作。 哼, 轻点。 狩猎人在他旁边微笑着说, 你的确没有受伤吗? 他凶狠地说, 他摇了摇头, 他望着他的手, 一只小小短短的生枝盏, 给气候轻斥了的手。 这手是爱抚过他的, 他还没有端向过他呢, 他的样子是这么安静, 和他一样, 一种齐鸣黄内在的安静。 康妮看了, 怪想把他握着, 仿佛这只手, 是不能被他接近似的。 他整人皮灵魂突然地为他颠动起来。 他是这么沉默, 这么不可接近。 而他呢, 他觉得他的四脚复活了。 左手推着车, 右手放在康妮的云而白的手腕上, 温柔地, 爱抚地挽着他的手腕, 一把力量的火焰在他的背上, 腰下下降着, 使他负了生气。 突然地, 塔尔伸吻了吻他的手。 这时, 正在他们面前的克力宝的头背, 却冗然不动。 到了小山顶上, 他们气了一气, 劳力过后的康妮, 觉得高兴地可以休息一会。 他有时曾梦想过, 这两个男子有爱起来, 一个是他的丈夫, 一个是他的孩子的父亲。 现在, 他明白了, 这种梦想, 是荒唐无稽的了。 这两个男子, 是水火般不相容的。 不是能两立的。 他体会了恨之奇妙, 这是第一次。 而这也是第一次, 他分明地, 决然地深恨克力福, 恨不得要他从这大地上消灭。 说也奇怪, 他这样跟他, 并且他自己满城认恨他, 使他觉得自由, 而充满生命起来了。 他心里想现在我棍塌了, 我再也不能继续和他同居了。 在那平地上, 车子只要狩猎的一个人, 推便行了。 克力福向康妮谈起话来, 表示着, 他是怪安闲的。 他说起, 在敲普的爱娃房屋, 说起迈尔肯爵士。 他曾写信来问康妮, 究竟和他一起坐汽车去威尼斯呢? 还是和希尔达乘火车一起去? 我情愿坐火车去。 康妮说, 我不喜欢坐汽车走远路, 尤其是有灰尘的时候, 但是我还要看看, 希尔达的意思怎样? 他会要坐他自己的汽车, 和你一起去呢? 他说, 也许, 这儿我得帮一帮忙, 把车子推上去。 你不知道这车子多么重呢? 他走到车后狩猎人的旁边, 推着车子了微红色的小上镜上去, 他并不怕给人瞧见, 不好看了。 为什么不去叫菲尔德来推, 让我在此地等着? 他是够强壮, 来做这种事的。 克力福说, 现在不过几步就到了。 他喘着气说, 但是, 当他们到了山顶时, 他和梅乐士两个人都在开着脸上的汗, 这种共同的工作, 奇异地使他们更清静了。 当他们到了屋门口时, 克力福说, 劳驾得很, 梅乐士, 我得换一架发动机才行。 你愿意到厨房里去用午饭吗? 我想差不多是时候了。 谢谢, 克力福男爵, 我要去我母亲那里吃饭。 今天是星期天, 随你便爸。 梅乐士把外衣穿上了, 望着康妮, 行了个礼便走了, 康妮信信地回到楼上去。 午饭的时候, 他忍不住他的感情了。 克力福, 你为什么这么可厌地不体谅人? 他说, 体谅谁? 那狩猎的。 假如那便是, 你所谓的统治阶级的行为, 我要替你可惜呢? 为什么? 他是一个病后体弱的人。 老实说, 渐如我是服役阶级的人, 定不猜你, 让你尽管呼唤。 我很相信你会这样。 假如车子里坐的是他, 两腿又风瘫了, 并且举止又和你一样, 你将对他怎样? 我亲爱的传道师, 你这样把两个地位不同的人相提并论, 是无聊的。 而你这样卑劣的, 拓尾了似的, 缺乏普通的同情, 才是最无聊的呢。 跪着失思于人呀。 唉, 你和你的统治阶级, 可试给我什么呢? 难道要为我的狩猎人, 做一场莫须有的感情冲动? 我不, 这些我让我的传道师担任去。 哎呀, 仿佛他就是像你一样的一个人似的。 总之, 他是我的狩猎人, 我每星期会他两斤棒, 并且给他一所屋子住。 你给他, 你想, 为什么你给他两斤棒一星期, 和一所屋子住? 为什么? 为了他的服役。 可, 我告诉你, 还是留下你的两斤棒一星期, 和你的屋子吧。 大概他也想这样对我说, 不过他就没有这个奈娜。 你, 你的统治。 他说, 你并不能统治, 别梦想吧。 你不过比他人多点钱, 把这钱去使人替你服役。 一星期两斤棒, 否则便叫他们饿舌吧。 统治? 统治石东? 你是从头到脚干涸的。 你只知道, 拿金钱去压榨他人, 和任何犹太人, 及任何浑水捉鱼的人一样。 一番好漂亮的话, 查太来南爵夫人。 你呢? 你刚才在临终时, 才真是漂亮极了。 我真替你害羞。 可, 我的父亲比你远到十倍, 你们上流人啊。 他按铃叫波太太。 但是, 他已经两腮发懵了。 康尼怒不可遏地回到楼上去, 心里说着他, 用钱去买人? 好, 他并没有买我, 所以, 我没有和他共住的必要。 一条死鱼要扮上流人, 他的灵魂是赛聪倒的。 他们多么欺骗人, 用他们的一度, 和他们的奸华虚焦的上流人的神器。 他们大概只有赛路遥一样多的感情。 他计划着晚上的事情, 决意不去想克利福了。 他不愿去恨他。 他不愿在任何感情上, 甚至恨和他太亲切的生活了。 他不愿他丝毫地知道他, 尤其不愿他知道, 他对于那个狩猎人的感情。 关于他对待用人的态度的这种争吵, 不是自今日时。 他觉得, 那是家常事了。 他呢? 他觉得, 他一提到他人的事的时候, 他是呆目无感的, 坚韧的和橡胶似的。 晚饭的时候, 他泰得下楼去, 带着平素那种端庄的神器, 他的两腮还在发黄。 他的肚气又发作了, 那使他变得十分怪异。 他正读着一本法文书, 你读过普鲁斯的作品吗? 他问, 读过, 但是他的作品使我烦艳。 他真是个非常的作家。 也许, 但是他使我烦艳。 那种诡谴的花言巧语。 他并没有感情, 他只是对于感情说得滔滔不休罢了。 妄自尊大的人心, 我是厌倦的。 那么, 你宁爱妄自尊大的兽性吗? 也许, 但是一个人也许可以找点什么不妄自尊大的东西吧。 总之, 我喜欢普鲁斯特的瑞敏和他的高尚的无政府情态, 那便是使你毫无生命的东西。 我的传道士小夫人又在说到了。 这样, 他们又开始那争吵不尽的争吵了, 但是他忍不住去和他争斗。 他坐在那儿像一具骷髅似的, 试着一种骷髅的, 腐朽的, 冷森森的意志去反抗他。 他仿佛觉得那骷髅正把他抓着, 把他压抑在他胸膛的骨架上。 这骷髅也武装起来了。 他有点害怕起来。 他等到一可以脱身的时候, 便回到楼上房里去了, 很早地便上床去了。 但是到了九点半, 他便起来往外边打听动静。 一点声响也没有。 他穿了一件室内便衣走下楼去, 克里弗和波太太正在打牌赌钱, 大带他们是要玩到半夜的。 康妮回到了寝室里, 把他所穿的室内便衣丢在凌乱的床上, 穿上了一件薄薄的寝衣。 外面加了一件日常穿的绒衣, 穿了一双胶底的网球鞋, 披了一件轻松外套, 一切都准备好了。 假如碰见什么人的话, 他可以说是出去一会儿, 早上回来的时候, 他可以说是在路里散步回来。 这是他在早餐以前常做的事, 唯一的危险便是在夜里有人到他寝室里来。 但这是含有的是一百回碰不到一回的。 白蒂斯还没有把门上锁。 他是十点关门, 早上七点开门的。 他悄悄地闪了出来, 没有谁看见他。 天上旋着一弯半月, 亮得尽够使大地光明, 但却不能使人看见这穿着暗色出燕的他。 他迅急地穿过了花园, 与其说是优惠使他兴奋, 不如说是甘种反叛的暴怒, 使他心里火烧着。 这种心境是不适于爱情的优惠的。 但是事情是只好逆来顺受啊。